四川人最擅长的手艺泡菜 曾上过多档美食节目 就感觉第一次感觉你泡菜特咸 像一斤半的水可以加一两盐 多放些盐是为了能够长时间保持泡菜的咸度 你得加点红糖 加了红糖过后 现在这个汤的颜色就变得这种红色了 加红糖吧 它泡菜的颜色特别漂亮 然后呢味道有提鲜 汤准备好了 下面就要开始准备姜豆了 哎 蓝女士准备的姜豆怎么都像麻舌似的捆起来了呀 给它挽成一个小卷 整个挽子 你看啊 这两根 两根可以这个 让它干了 要干透以后它不是有点腻了吗 有点腻你就好挽圈了 看呢 现在就是把它卷 哦拿另外一根姜豆 对 给它卷成圈 然后这一头穿过去 这样呢就卷成了一个 跟卷在一块儿吧 对 一个麻绳一样 就削起来 对 原来是为了能让姜豆沉在汤里面 更容易入味 然后把圆汤倒进坛子里 再放进已经卷好的姜豆 咱们把这个所要泡的鲜的红椒 放进去 蒜苗 掰成两个 一定要加这个 加两个就可以了 是起到香坛这个作用 让它泡的菜也很根的 有香味 有香味 对 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上白酒 用盖子密封起来进行发酵 一个星期后 酸辣甜去的酸姜豆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